疫情趋于和缓,为了振兴经济吸引游客到金门游玩消费 县政府推出369来金门旅游送振兴券抽金牌 活动从1号开跑 第一天就吸引来金门的团客跟自由行游客前来领取振兴券以及防疫酒精 开心表示,要大买特买,刺激经济消费 旅游振兴券,每个人领300元 再加码送一瓶,我们金酒公司出产的防疫酒精 欢迎各位,您是今天首日第一环旅行团 目前唯一发放邮金振兴券的青种兵署 一大早就吸引不少游客前来 除了参观古籍之外 还有的就是要领取300元的振兴券 还有防疫酒精 每个团员是非常开心又兴奋 纷纷地拍照留念 还要赶快领去买特产 不知道,来了才知道 很大的惊喜 非常高兴 蛮好玩的 有一个bonus 对,有一个bonus 不错,看到什么就买什么 因为第一次来 没有特别喜爱 因为金门听说很多新奇的东西 就来试试看 我觉得我要去炫耀一下 我就是金门那个杨县长 真的他的德政 对我们台湾本岛的老百姓太好了 要买东西啊,一定要去买东西啊 买到我高兴,买到爽为止 对对对 我们这次出来就是准备 刚好因为我后面还要出国 我要买很多东西要带出国用的 由于是发放的第一天 杨振武也亲自到现场了解领取状况 团员看到现场亲自到场 开心地拍起大合照 杨振武受访时表示 透过369振兴方案 吸引游客上门增加在地消费 给在地商家实质的帮助 整个疫情和缓之后 我们金门率先推出了 旅游振兴369的活动 也就是每位来金旅游的游客 有300元的旅游消费券 以及一罐防疫酒精 总共有66000份 同时还有机会抽到999的纯金牌 有非常热情从台湾过来的游客 那大家也都觉得 这一个非常的有吸引力 可以在岛上拿着这个消费券 全团20几位加起来就有 6000多的这个消费券 可以在岛上做很多的消费 疫情趋缓之后 新政府推出金门369旅游振兴活动 活动期间来金门游客 可以得到300元的旅游振兴券 和一瓶防疫酒精 还有机会抽中 总共40面的纯金金牌 希望为活络经济发挥起带头作用